华为的新旗舰Mate系列尚未发布,作为国产机中的性能霸主之一,很多用户也对这款手机十分期待。 不过在今月这款手机却遭到了国外的电商Gestop曝光,Mate20的大致参数与外形在网站上放出,但是不久后就遭到了下架,从曝光的图中可以看到,华为Mate20仍然采用了刘海屏幕的设计,屏幕使用了6.3英寸AMOLED屏,并支持2K分辨率。 这款手机采用了华为最新研制的麒麟980芯片,手机的内存将分为6G和8G两个版本,存储空间上也有128G和256G之分。 手机的后置摄像头仍然采用来卡镜头,并且其中一个达到了4000万像素的高分辨率,而前置摄像头的分辨率也达到了2000万像素。 手机的电池容量为4200毫安,并且支持5V 4.5A的宽充。 手机系统使用了深度定制AMOLED 9.0的AM629,将对原生系统做出部分修改及优化。 最后网站上给出了发售时间是在2018年9月,售价暂定999美元。 根据此前的消息来看,华为将在10月份左右召开发布会来的Mate20进行发布。 现在是提前曝光了手机的大致参数,不知你是否对这款产品,仍然抱有期待呢。 T.H.E.N.D.C.E.N.D. 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